來到鹿野茶香 除了要品好茶 還要吃好茶 鹿野高台地區 有一間風味茶餐廳 道道餐點都融入在地茶香 創意的餐點 讓顧客吃到特有的好味道 我個人比較容易忽視亂想 就是隨便想隨便想 然後請愛教育 早期是請愛教育下去做 愛心 耐心 用心 都在裡面就對了 還有創意要有誠意 所以叫三心二意 人氣餐點紅茶滷肉 用台東特產的紅茶茶葉 加入滷肉湯汁一同熬煮而成 不僅色香味俱全 更是開胃的好料理 茶油剝皮辣椒雞湯 更是夏天的開胃湯品 台東特產的放山雞 加入業者自製的茶油剝皮辣椒 一起熬湯 甘甜不油膩的口感 喝了真的好開胃 這間風味茶餐 連白飯也不僅僅是白飯 帶點紅茶色的米飯 來頭可不小 那紅烏龍茶跟蜜香紅茶 它主要是 基本上是不能分農藥的茶葉 那我們為了推廣這種茶葉 所以有想說把這個 紅茶帶入在菜養裡面 剛開始就想到說我們一般都是吃白飯而已 那飯是不是也要有一點變化一下 就想說要不然這個以紅茶的特性來講 它是可以比較長時間的煮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紅茶湯 紅茶的特性澆在米下去裡面 然後長時間在煮的話 它不會苦澀 所以這個煮起來還有那個紅茶的香味 這個茶葉不是說一般的那個 比較便宜的那種阿沙姆 或者是那個茶包 這是紅烏龍茶 大概價值還滿高的 精心製作的茶風味餐 融入各種茶葉香 這樣滿滿一桌菜 如果想嘗鮮 記得先預訂一面向雨 東台新聞範要領黃欣平 在鹿野鄉的採訪報導